由加州华人体育家协会、美国金国会主办的并获得洛杉矶县市政府、洛杉矶二四奥森委、洛杉矶八四基金会、洛杉矶体育运动委员会大力支持的精彩奥运唱响和平庆祝晚会。 除了华阳官员参加外,曾代表中国参加奥运沙滩排球的国手张锡、跳水国手李德亮、体操国手林显、羽毛球国手陈颖等运动员,均会出席与大家见面。 最后要通过国际奥森委的9月13号在Lima的最后决定才能够知道。 所以我们华人在这边要继续努力支持洛杉矶奥森委,争取二四成办奥运会。 精彩奥运唱响和平大型庆祝晚会节目精彩封城。 有洛杉矶歌剧院西班牙裔歌唱家与美国摇滚歌唱家献唱中国韩州电视台艺术团奥运生活传递等八个节目,为洛杉矶申办奥运成功而喝彩。 我们要为洛杉矶能够举办第三次奥运而喝彩。第一次是在1932年,第二次是在1984年,第三次我们现在争取,不是2024就是2028。 我们身在一地可是我们心向祖国,所以对我们北京能够拿到2022年的冬奥运,我们也是特别的祝贺。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洛杉矶采访报道。